嗨 大家 歡迎來MeToo玩轉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淡沙拉堡 鮪魚佛卡餡 那我們的材料有 原味的麵包 跟一個佛卡餡的麵包 起司片兩片 番茄等下切片用兩少許 玉米粒也是少許 那沙拉醬的話今天選用兩條 總共是200公克 生菜 然後洋蔥要切丁半顆 水煮鮪魚一碗 胡椒粉跟洋香菜等下會做裝飾 然後還有 這是水煮飯三顆 我們先準備一個濾網 那我們要先把鮪魚放到濾網裡面 然後把它的鮪魚裡面的水滴出來 大家要記得做沙拉的時候 材料都是不要太多水分 就是盡量把水分擦乾這樣 這樣沙拉才不會出水 好那我們就先放著讓它滴水 現在要切洋蔥 那洋蔥的盤子我會先放一個餐巾紙在下面 然後到時候洋蔥碎放上去之後 還會再蓋一個餐巾紙 要讓它吸水用 之後可以把鮪魚放在 hace多一點 好嗎 好嗎 厲害 很難看 好嗎 我們要不要拿來 然後再把紙巾蓋上去洗手 先讓它放一下 把番茄切片 大概用4片番茄 那我們來剝水煮蛋 大家可以在水裡面剝 這樣蛋殼就不會黏在蛋上面 那記得要用那個開水 因為這是等一下要直接熟食的 那我們先把兩顆水煮蛋切對半 因為我等一下要先把蛋黃取出來 拌到沙拉裡面 然後把蛋黃放到另外一個鍋子裡 把蛋黃放到另外一個鍋子裡 把蛋黃放到另外一個鍋子裡 然後剩下蛋白再切碎 最後第三顆蛋是直接切碎 等一下要拌到蛋沙拉裡面 要先把沙拉醬倒進去跟蛋黃攪勻 那我今天用的是 他說降低40%的熱量 他吃起來比較不會有罪惡感 要把沙拉醬跟蛋黃拌得很均勻 現在做的這個是沙拉醬的一個基底 我們再把蛋白加進來 還有剛剛的洋蔥 沙拉醬的底就完成了 剛剛的沙拉底我先分了一半出來 然後我要把這個切碎的水煮蛋加進去 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就還是可以吃得到一些蛋黃跟蛋白的口感 然後把它放到麵包裡面 我們撒一點洋香菜 好的我們的沙拉包先完成了 剛剛我們先沥水的鮪魚 我還沒有用手擠 它就已經這麼多水分噴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用手把它擠乾 好 然後我們把鮪魚跟玉米粒加進來 還有一點胡椒鹽 我們在一起有水分噴出來了 就可以加點洋蔥 我記得厲害 combined做的酒 我們要把鮪魚切成這樣 玉米粒記得也瀝水要先瀝乾 把它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 鮪魚沙拉完成 我們現在要來做鮪魚沙拉火卡巷 那我們先加生菜 然後生菜它也是洗過之後 要把上面的水分盡量擦乾 那我們記得把這個 菜的那個梗的地方捏一下 這樣子它就 不會 它就可以比較的就是平坦這樣 三片就好了 然後放番茄 然後起司片 然後再放鮪魚沙拉 好 我們的鮪魚沙拉堡 完成 我們可以看到 好,可以看嗎 鮪魚沙拉 那是一張故事 你呢? 那個大小大小的 我也覺得 bakayım 你呢? 咖啡 咖啡